美儿童肠病毒拉警报 秋冬流感恐大反扑 正当全美新冠病例逐渐下滑 其他传染病却蠢蠢欲动 美国CDC疾管中心针对肠病毒第68型提出警告 可能造成罕见瘫痪 至于流感也没有消失 专家呼吁民众赶紧施打疫苗 避免流感出现大反扑 而进入后疫情 全力重振经济的世界各国 慕尼黑啤酒节溃为两年复半 共吸引570万人参与 香港则希望借由大型活动陆续回归来复苏经济 正当全美新冠病例逐渐下滑 儿童肠病毒却拉警报 美国CDC疾管中心通报呼吸道感染急诊病患有所攀升 要加长和医生特别留意名为第68型的肠病毒 克里夫兰儿童诊所儿科急诊主任格罗福 Purva Grover 说 感冒 咳嗽 鼻塞 呼吸困难 也可能是哮喘恶化 感染这种肠病毒可能引发罕见瘫痪 急性无力脊髓炎 Acute Flaxed Myelitis AFM 相关症状包含眼皮下垂 手脚麻木 刺痛以及失去肌肉张力 而肌肉的弱化将加重孩子呼吸困难的情形 克里夫兰儿童诊所儿科急诊主任格罗福 这些症状可能非常细微 但如果你不仔细看 可能就会错过最初的阶段 最终将变得更灾难性 秋天也正值流感好发的季节 由于过去两年感染人数降低 整体免疫下滑 专家警告今年流感可能出现大反扑 呼吁民众赶紧施打疫苗 STG儿童研究医院流感专家为比 Rigid Webby不仅是以总体而言 我们接触流感的机会不多 所以人口免疫下滑 然后我们现在又有儿童 比一般情况多了两年第一次接触流感 只要六个月大以上就能施打流感疫苗 而今年针对65岁以上长者 还推出了可以提供额外保护的加强疫苗 至于流感疫苗和新冠追加剂 究竟能不能同时施打 专家这样说 STG儿童研究医院流感专家为比 Richard Webby说 很多人都在问 我应该一起打还是分开打 对此的回答是 证据显示一起打确实没有任何坏处 各国相继放宽防疫限制 美国宣布从周一起将停发疫情旅游警示 由于越来越少国家回报确诊数 无法准确评估目的地的安全性 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但经济短期内恐难以回归疫情前水平 像是访客大量流失的动物园 如今许多饲养员得在城市内的花园或是郊区采集食物 以降低饲养成本 旧金山动物园动物照料专家安托德 Ross and Hold说 由于他们 无尾熊 只吃嫩牙 你为他们提供很多食物 他们却只吃其中的一点点 因此如果是住在油加利数不会大量生长的地方 那会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支出 因疫情崛起的远距办公 也重创房地产 研究估计纽约市办公大楼价值恐下跌4530亿美元 对城市的财政税收产生负面影响 而今年刚落幕的慕尼黑啤酒节 虽然一共吸引570万人造访 但仍低于2019年的630万人次 啤酒的消费量也有所下滑 慕尼黑啤酒节负责人 Clement Baumgartner说 560万升的啤酒相比2019年为730万升 回到亚洲 当放宽入境简易的香港 则正在全力冲刺经济 不论天晴或下大雨 球员抓紧时间练习 因为受到疫情延宕 香港国际7人橄榄球赛将首度回归 橄榄球球员表示 已经三年了 三年 对自从上一次香港7人橄榄球赛 已经三年左右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兴奋 你看得出来整个橄榄球界都很兴奋 这对香港来说是好事 而在明年初 韩国女团Blackpink也将在香港举行演唱会 今年底还有全球银行加峰会即将登场 旅游网站表示香港的订房搜索暴涨五成 自由网集团旅游专家拉贾兰 Lavinia Rajaram 说 我们可以预期香港的商务客回流 还有那些把香港当作美食剩的的游客 所以未来几个月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趋势回归 不过尽管露出曙光 对于许多摊商和餐饮业者来说 已经等不了太久 不少店家早已被迫拉下铁门 香港摊商陈先生说 过去最常来我这里的顾客是游客 当地人很少在这里购物 情况很糟 糟透了 完全没有生意 根本做白宫生意就像一滩死水 餐厅老板说 现在很多餐厅面临倒闭危机 申请破产或是尝试出售 港府推出的零家三政策 是否真能挽救奄奄一席的旅游业 重振经济还有待观察 健康生活编辑部